继续关心河马 背景用了28座大王 原因寓意是这件事有机会演变到一宗三五成群的成年人 八卡版的一宗闹剧 因为最后 河马有机会被抓 其实未使上法庭 他已经爆了所有人的东西 我相信 所以我们待会 第二部分再讲一讲 我们现在截录一些本台网友的精警留言 去延伸讨论下 有人说怀疑涉及一个骗子集团 不然他没理由那么大声 那么恶 可能这个集团就惨了 招惹了这只河马 就随时连根拔起 河马就说是乡下一颗 大家都知道 他哪有那么多本事 而又去踏路又做假东西 又这样那样 而且他大胆大胆 他哪有这些知识 一定都是似乎 有人帮他 但是哪会跟你义务帮 你都要付钱 除非撇除 他本身就是认识这些人 然后那些人就恋他 做生意 你不如也试下来 有没有 什么亲朋戚友跟你同名 有就可以了 多少钱 还是他 本身就是在参与这些集团的东西 有机会 这边连根拔起 如果真是背后涉及 亦都说 会不会害怕 即是一个大地震 会不会是大日子过了之后 才 工作 还是 会不会是不了了之 这个网民就有 担心 即是会不会不了了之 而且他还要用假身份 来到香港结婚 又离婚 又超快拿公屋纵援 难道他自己这么聪明 知道这些 大佬 我们听新闻听得多 但也不会知道 这样一条龙服务 先用假身份 哪个哪个 乡下有什么 或者也未必需要同名同姓 这个很难说 总之差不多一样都可以 用假身份 总之 有没有人和你差不多一样 那张身份证 尤其是 这样就可以搞下来 下来又可以结婚 真结婚 假结婚 结完超快离婚 这些一条龙服务 给钱 超快上公屋 这下是很厉害 还懂得带着男人 你说他自己想到 我什么都不相信 这个是真的 10月1 国庆 黄金周 大陆人们 会休息 七天 所以河马有机会 充分时间 逃离 香港 而且 躲不住 大陆多久 人们说 着草 没有了 离境了 去哪里就说有趣了 越南 去越南 越南人 越南人 之前经常传他是越南人 是不是越南人偷渡过来呢 刚刚又偷渡回家乡 咸八应该被他中途遗弃了 像那些演戏 跟伯伯突然间異常地恩爱那晚 咸八就说 老婆为什么今天对我这么好 我一直都对你好的 你不知道什么 有一次直播就说 你不说幸福的 我们很幸福嘛 伯伯你快点说 我们很幸福 跟他热情一晚之后 就灌一些大宝汤给他 喝一碗大宝汤 一觉就睡天亮 天亮之后 老婆就不见了 典型造戏的桥段 其实那些拍短片的网台真的叉咬下 说真的 挺好笑 之前也有拍 但我看的照片也不太想看 之前不知道有谁拍的 假如假扮得不像 像李思哲那些扮得很像 那些扮得很像 老婆就留在大陆自身自灭 这是很好的可能 不知道何马会不会什么都怀恨在心 他都骂了老婆 很多次骂到九血临头 会不会临 真的一个大型雀草之前 一副就还回了给老婆 那不是睡醒不见了何马 睡醒可能不见了一些东西 不是说笑 不见了一些证件 可能不见了一些钱 大家不要想得这么科幻 雍律师这边来看看 人们回忆回 曾经当初好言相劝 隔空的时候 如果何马是善良 知道自己坐在哪里 然后诚心悔改 他会对何马留守 先礼后兵 但结果这人 无视 雍律师的劝告 更加变本加厉 继续乱来 一级比一级强 他那些威力 一次比一次厉害 一次比一次瘋 现在是辣得全城都不妥 太高调了 他以前有一次说过 好像一些古老师 我就是要全世界都认识我 全世界都知道我是铜锣湾持人 有点像同党那些 总之四出就是 撩是斗非 总之要起朵 起朵就要搞事 不搞事就让人认识自己 对不对 整条街打回来 现在youtube 真的没人不认识他 不过一样都没人知道 有些人不看娱乐八卦 就不知道 有条就有了 但看娱乐八卦的观众 没可能不知道 之后会更多人知道 例如是监狱里面 又多一班肉友 又有些粉丝 如果河马被人冤枉 应该要回来香港开记招 直播也不敢提 直播只是 厚硬否认 他才是大赢家 如果证明到 你当然赢 所以有时不怕被人冤枉 一屈只要证明到 真的不害怕 反而是 多谢对方 你乱屈 真的感谢 又为自己 带流量 但没了 他回应不了 如果他不这样做 就有问题了 小红书有国内粉丝翻译了他 有一段说话 怀疑 跟某个人说 大家估计 他说是否说客家话 不知是否跟河马仔说 总之说自己的乡下话 就说 你说话为什么这么大声 全部都是你的声 我怎么直播 我只为你在房 你早说 原来你在厕所不关门 关门也这么大声 我以为你在房 早知你说那么多 我等你说完我才开播 这一段 因为我最近完全不看他的直播 因为都 够资料说 那些直播真的不想看 我这样做了 我看到 多了 我们的网友也多了 然后我看到关注组 有人说我不看了 哪一边 但未必关我事 我这样说 我自己真的不看 有时就去关注组 看看有没有人 截录了精华 你看他一小时 最惨的 之前都看的 一粒钟就一粒钟 开快速 两倍速 即是30分钟 飞着听 20分钟搞定 现在他 两粒钟 三粒钟 你听一阵又不行 因为你不知道后边 还有没有精彩的东西 所以大家如果 真的还会听 不妨留下 哪里 有什么听 帮帮忙 其实 我暂时未有兴趣 听他 因为还有大把资料 要说 还有 延伸观点 跳出来 说一下 就算了 何马仔如果住 智力的 宿舍 即智力障碍 可以永远住在宿舍 只要每月交足费用 就可以了 因为那个网友说 他有个亲戚的儿子 也是住这些宿舍 是什么的 何马就说留下 在惠州 要先收拾干净手尾 这样才走 那些人大概觉得是这样 避免公安查到 看看是不是那么聪明 也有人说 少说 电影就是了 现在真的有很多电影桥段 将来可能参考这个 就说很多那些大罪犯 知道临被人抓之前 他们就会良心发现 不是在他自首 是去那些家乡 或者哪里哪里 都要去见他妈妈一面 见他爸爸一面 然后放下钱 人去无中 因为可能 有些人去报仇 也是会这样 有些人知道他被抓 或者准备他自首 就瞒着老妈子 见他最后一面 放下钱 就瞧瞧地离开 很多这些 这个画面我就想起 很多那些古惑电影都有 比如《金榜提名》 张志琳的 《金榜提名》就是这样 很多古惑电影是有这些桥段 或者准备去闯一番事业 做世界那些 都有 网民的想象力很丰富 另外回来就是河马 今天是一个 大闹剧 就联同一下beauty 门 那些三粒木 搞在一起 那边 那边炎团火又觉得控制了河马 而河马又觉得这帮只是那些 助手手 已经是挺好笑的 那个化学作用 那又当木偶公仔 就是 当它是一个木偶公仔 扯线 就用来报仇 那河马又不拘 有帮人 无端帮我免费餐 吃了先 但是想不到 河马这边就免费最贵了 要付出代价 而 美丽 阿门 就是 想着借河马去报仇 或者怎样怎样 现在就随时获属 如果失败了 厌团就啪啪 就走 但是 就未必那么容易 这里就是有个观点 大家都会知道 河马如果上庭致变 就一定拖人落水 爆了 但是你想想 这个程序 它根本不会上到庭爆了 因为在落口供的时候 已经 和盘托出 落口供的时候 你不会弄这些的 谁弄 盘几盘 傲两傲 迟了 拿食物给他 已经饿了一会儿 也饿不了 是吧 因为工作太忙 可能警局太多犯人 或者突然间有大量的 东西要做 可能人手 调配不及 明明 可能一点会有一个 午餐的供应 有一碟饭盒 给他吃 但是谁知道 突然间有很多东西 忙得脱脱 哎呀 不好意思 河马太多东西 在外面的警局 分钟 四点才可以吃 哎呀我饿死了 我饿死了 无疑情境 饿死了 如果河马饿两饿 会不会发疯 爆了人出来了 或者你东西那么难吃 那个烧麦 这个烧麦很难吃 这碟饭很难吃 我要吃其他东西 已经 其实只是这么简单 已经可以令河马爆了人 看电影 这是电影的桥段 老实合作 就有东西吃 不是 狗大鬼都给你吃 电影那些 你老老实 和我们合作 是吧 我鲍鱼都请你吃 就是说笑 那些电影桥段 他就会逐个逐个包 我包了 我包了 sir 我包了 几月几号 就说 谁 就什么 就联络我 几月几 又谁 又联络我 然后可能你会看到报纸 又有个自首 又有个自首 就好像三五成群 这样 将来有机会出现这些画面 好笑 大家最感兴趣的是 如果他真的上庭 就要排队看了 如果真的 但现在他回不回来也成问题了 会不会回来 还是如网民的 奇幻推测 说真的坐船 去越南旅行先 旅行先 然后可能记性不好 不记得回来 这样也有 好笑 这个河马有更多 不为人知的东西 会等着后边陆续 踢爆出来 后续的结果 如果大结局 我想也挺难去预测 除了你说 简单来说 二选一 就是有事 没有事 但是有事 会有什么事 没有事 他又会继续 怎么样 如果没有事 如果没有事 可能他更恶 大家就猜一下 然后就留个字 如果听到这个 记得 按个订阅 大家可以想象到时 三五成群有一段 到最后 逐个逐个去自首 你又来自首 什么事 你又来自首 然后到最后 大王好像是 第10个来自首 所以他好像是10号被告 第10名犯人 真是很搞笑 你又来自首 为什么这么多人自首 有没有搞错 看看 将来会不会真的有人自首 这么搞笑 应该不会 看看河马会不会因为肚饿 而失去了理智 今集到这里 他会不会在警局 申请我要吃榴莲 这样就完了 我们今集到这里 记得记得 记得记得 按个订阅支持 感谢你的收看